主席還有今天出席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各位委員 今天在這個地方 討論婚姻平權的法案 時代力量認為意義非常非常的重大 這個旅程 整個台灣社會已經走了超過30年了 從同志運動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不僅僅是被邊緣化 而且還飽受歧視 經過30多年來的努力 我們非常的高興看到台灣社會 已經走到一個夠成熟 而且有勇氣面對這樣子一個 重大的法案的時刻了 從憲法保障每個人婚姻自由的權利 從憲法保障每個人平等的權利 事實上我們在實現的都是人生而平等 這樣子的一個普世的價值 但是目前只承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 這樣子的婚姻制度 卻讓在這個社會當中 許許多多彼此相愛 甚至走完一生的同性伴侶 他們遭受到不合理歧視的對待 今年台大的教授碧安生老師 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 他跟他的伴侶 攜手走過了30年 但是在法律上面 他們卻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在去年 當他的伴侶 在病痛 在離開人世的時候 不管是在醫療上 在保險上 以及在他伴侶 不幸離開人世以後 的繼承法律關係上 畢老師 都沒有辦法 像一個正常的伴侶一樣 去參與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完全的被排除在外 試想 在我們的憲法所高舉 保障人權的價值下 台灣的社會 還要容忍 還要默示 這樣不公平的對待 還要多久 那我知道 今天有很多 對於同性婚姻 充滿了疑慮的朋友 在立法院外面 抗議 表達反對的訴求 這些聲音 時代力量都聽到了 我們也尊重 這些朋友發言的權利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 也請這些朋友 靜下來 冷靜的想一想 面對跟我們同樣 生活在這個社會 只是因為 他的性形象 在相愛的人的選擇上 跟我們有不同價值的人 我們就把他排除在外 這是愛嗎 這是包容嗎 這是尊重嗎 我知道 本院許許多多的委員 一定都承受到 相當大的壓力 面對這些壓力 時代力量 我們選擇的是 要貫徹 我們相信的信念 去實踐 這個社會在21世紀 必須要被實踐的價值 那我們對於 在整個修法上 我們的主張是 除了民法的修正 在第一波的婚姻平權的法律 為了要在程序法上 有完整相應的配套 才能夠真正落實實體法上面 所承認的這些權利 所以我們也同步的 提出了加世事件法的修正案 希望能夠藉由民事實體法 以及加世事件法 兩個法律 同時的修正 讓這些權利 在三讀通過了以後 在程序法上 能夠立即獲得實踐 而且有救濟的管道 至於說 就不同法條當中 不同立法形式的設計 跟選擇 時代力量保持開放的態度 願意跟其他黨 不同的提案來進行討論 我想實踐婚姻平權 應該是所有的提案 大家共同的目標 謝謝